習慣去書店閱讀的你在非常時期是怎麼閱讀的呢?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超過四成的人口現在正在居家隔離 世界各大重要書展與活動都紛紛取消了 獨立書店也關門大吉,小型的出版商甚至開始裁員 雖然看似是一個危機,但卻也帶動了另外一種成長的方式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焦點觀點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我是安迪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4月30號 由高雅欣所撰寫並且刊登在《未來商務產業焦點》的文章 新冠肺炎肆虐、重創經濟 但是第一季的突出銷量並沒有暴跌 反而還帶動了另外一種出版的成長 你猜到了嗎?沒錯,就是電子書與有聲書 這也顯示了出版界必須要更積極地找出多元的經營方向 來加速數位化的進度,來度過這次前所未見的經濟危機 根據出版產業研究機構NPD Bookscan 跟美國出版商業協會公布的報告顯示 因為數百萬的兒童被迫居家隔離 帶動了兒童相關書籍的銷量 光是一周銷量成長就逼近了百分之七十 花跨色本、貼紙書、學靈錢、兒童語言藝術等等的書籍都空前大賣 而戶外技能、疾病史、遊戲、文學跟小說類也有顯著的成長 隨著經濟停滯跟公共衛生危機持續的時間越長 出版商跟圖書零售商維持公司生存的難度就越大 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原本經營不易的獨立書店 成為圖書出版商的執行長 Andy Hunter 就認為 獨立書店是社區中重要的文化樞紐 成千上萬的獨立書店正在為數位轉型而努力 如果是一間小型的書店不僅沒有辦法在庫存上擁有競爭的優勢 也沒有辦法快速發貨給顧客 更無法在價格上跟大型連鎖書店來競爭 而亞馬遜像是猛龍般的成長速度也正在加速小型書店的倒閉 所以越來越多獨立書店選擇跟線上的書店 或者是網路的聯盟來合作 例如Bookshop跟大型圖書批發商Ingram合作 任何書店都可以在平台上述冊 並且在半小時內建立一個商店頁面 並立即向客戶銷售圖書 而無需實際觸碰或者是運送任何商品 從今年1到4月以來 Bookshop上面已經擁有了465家書店 每天透過網站賣出8000種圖書 其中約1 4分來自回頭客 過去一個月的營業成長了將近20倍 單日平台銷售金額就突破了15萬元 獨立商店的總營收也超過了100萬美元 下一步將把服務推到歐洲市場 另外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倫敦書展、美國書展等 許多原定於春天舉辦的書展 以及頒獎典禮接連取消或延期 結果連視覺、藝術跟文學價值並重的 意大利波隆納同書展也宣布 延到今年5月初才舉行 亡靈這個時候 全球規模最大的同書盛會 會吸引大約3萬名的國際出版專業人士 造訪意大利北部 今年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改以線上的形式進行 包括版權交易會、每年的重頭戲 波隆納插畫展以及各個獎座活動 全部都改為數位形式 參展的廠商、版權跟代理商都免費參加 版權交易會 一般大眾也能免費參加線上的活動 有了國外幾個線上書展的前車之鑑 台北國際書展也計畫將在年中以數位化的形式來舉行 緬年的國際書展向來是各個出版最重要的肇事舞台 今年在確定延期舉辦之後 文化部規劃將台灣堅強的科技實力 與書展結合 透過虛擬實境等新興技術把書展數位化 不僅作品的相關製作物 依然可以被廣大讀者們看到 展期也能延長到一年之久 而往年常常爆滿的沙龍獎座 也將改以直播形式對外開放 讓讀者透過網路與作家講者互動 在疫情蔓延時 書籍是獨處時理想的涼拌 電子書跟有聲書銷售平台 COBO執行長Michael表示 自肺炎大流行以來 電子書的每天的銷量 都維持在假日的高銷售水準 此外,疫情也帶動可下載有聲讀物迅速普及 西雅圖有聲圖書商Libro的會員數 則在三月份積增了300% 有聲書總收聽量成長了70% 創下歷史的新高 Libro的共同創辦人Mark表示 有聲書對於受困在家裡的所有家庭成員來說 無疑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不僅容易的下載 讓父母可以在一個故事的時間中 稍加的喘息 不必全家一起緊盯的螢幕或者是書本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這股數位風潮看來正在敘事待發 像是JK羅琳新推出的 《哈利波特在家計畫》 提供限定期間第一本免費多種語言的 《哈利波特電子書》跟有聲書下載活動 只要對著家裡的數位音箱說出 Electra Rick Harry Potter 1 就能夠身歷其境地進入霍格華茲的魔法世界 撫慰每一個在疫情中受困的心靈 可說是相當的有趣 而又能夠吸引相關知識的好物喔 疫情期間你是用什麼方式來對抗孤獨吸收知識呢? 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看看喔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掰掰